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视剧第一部射雕出自1976年的家世 这个版本当年在香港首播时反响极为轰动 而白彪和米雪的《静荣CP》也一度令许多七零后观众念念不忘 白彪一生中总共出演了三次郭靖 他先是和米雪于76版射雕和神雕中出演的青年中年版郭靖 之后在95版神雕又与未旧化搭档出演中年郭靖和黄荣 白彪外形憨厚刚直 其实他饰演的中年郭靖还是让人印象挺深刻的 不过由于家世版射雕一直被无限血藏至今 所以他饰演的青年版郭靖成了沧海遗珠 所幸后来95版神雕爆火内地 观众又得以再次目睹了白彪版郭靖射箭名场面 在襄阳城上为保护城内百姓郭靖拿起弓弩 一件射穿了金轮法王的弓箭 果敢刚毅气势如虹的行动 仿佛又重现当年那个射雕英雄的勃勃风采 二 复生 1977年香港邵氏版射雕英雄传 1977年张彻为邵氏打造了首部射雕英雄传 这部电影是当年十大卖座武侠电影之一 电影播出后 一举捧红了张彻的爱徒复生 成为香港人民的偶像 该部射雕一共有三集 由于时长有限 所以删减了很多故事情节 并没有拍摄在蒙古大漠的剧情 而是着重讲述 郭靖与黄荣有相识至婚事结外生之那一段 复生形象清新可爱 表演灵动 很有观众源 当时许多观众都认为 他与甜妞饰演的黄荣很投契 与原著小说的形象也甚是吻合 可惜后来在1983年7月6日晚间10点半 复生在前往清水弯道片场拍摄外景时 车子突然失控撞向山边 复生当场昏迷 次日凌晨因大量出血不治身亡 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9岁那年 一代功夫巨星 就此英年早逝 有网友感慨 如果不是这场意外 成龙也不会这么早走红 可以说 复生的离世 是华人电影界的一大损失 三 黄日华 1983年香港无限版 射雕英雄传 83版射雕 应该是内地观众 接触最早的一部金庸剧 它的豆瓣评分高达9 二分 是目前为止口碑最好的TVB金庸剧 而黄日华和翁美玲这对 金融CP 也仍无人可以超越 单看长相 黄日华扮演的郭靖 或许不是最帅气的 但绝对称得上是最经典的 他朴实自然的演技 多次将金庸笔下那个老实憨厚 侠概易胆的人物 鲜活地展现在屏幕前 让人感觉最难得的是 黄日华眼神里 永远透露出一股清澈真挚的劲 不仅是黄荣心中最完美的靖哥哥 也是无数观众心目中 独一无二的靖哥哥 郭靖射雕的场景 这个版本以现在的眼光来看 虽不华丽 却最真实 只见郭靖先是助跑一段 然后纵身一跃 开弓拉剑 当即命中一双黑雕 动作干脆利落 丝毫没有画蛇添足的夸张姿势 比起之后一个劲耍帅的版本 黄日华的表演 可以说是最符合原著 郭靖木那老师的形象了 再看片头序幕里 黄日华侧身拉弓的镜头 身后以一轮红日作为背景 这画面真是豪迈得来 又意境十足 也难怪一直被人念念不忘 每当看到这幅场景 再配上主题曲铁血担心 那叫一个气势磅礴 瞬间就把人带到了 那个荡气回肠的武侠世界里 4.黄文豪 1988年台湾中式版 射雕英雄传 黄文豪 陈玉莲主演的这版射雕 是史上存在感最低的 一部金庸剧 他的选角不错 只是剧情方面太狗血了 该版虽说是 依据83版葫芦画瓢 但很多精彩内容都删除了 例如郭靖射雕 改成了和铁木针比剑法 不得不说 俩人这一段表演 还真有够寒酸的 既没有辽阔的草原 也没有翱翔的黑雕 甚至连背景 也是用泡沫箱子 临时搭成的舞台 饰演郭靖的黄文豪 长相不赖 演技也不错 只不过 他这张写满机智的脸 强行演老师芭蕉的郭靖 难免让人看得不自然 5.张志林 1994年香港无线版射雕英雄传 1994年 无线再次将射雕的故事 搬上迎评 尽管有自家83版的朱玉在前 但该版在播出后 仍收获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张志林和朱音这对搭档 大概是史上颜值最高的 郭靖和黄荣了 那时候刚23岁的张志林 一张娃娃脸 十分阳光帅气 因此也被许多网友冠上 最帅郭靖的称号 不过也因为太帅 看起来精明有余 憨厚不足 射雕名场面之一 这个版本给人感觉太秀了 郭靖直接来了个花式被射 手绕过背后拉弓射箭 动作乍看之下挺拉风的 但并不符合常理 正常情况下 这个姿势怕是很难使出力吧 而且原著描写 郭靖出登场时 是一个连拖雷都不如的木讷小子 所以像这种花式拉弓动作 一点也不符合 郭靖老实人的个性 6.比亚鹏 2003年张继中版 《射雕英雄传》 张继中指导的这版射雕 从开播以来就备受争议 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 主演阵容不合适 周迅饰演的黄荣 声音太出戏 而李亚鹏饰演的郭靖 则一个劲地装傻充愣 其实吧 原著中的郭靖 并不是纯傻 只是没有心机 做事比较一根筋 一旦确定 对方是好人 就会掏心掏肺地付出 所以像这种性格的人 拿捏不好的话 很容易演杂 而李亚鹏就属于演不好 那一类 他完全就是 把郭靖网傻里演 因此很多观众 都觉得他把原著 大之若愚的郭靖 演成了隔壁村的傻大哥 不过 这个版本除去主演 选角失败外 场景拍得倒是很壮美 其中 射雕这一幕 更是所有版本里 最恢弘霸气的 布兰壮阔的大草原上 郭靖狂奔追赶着黑雕 猛然一个大跨步 腾空飞起越上山头 紧接着弯弓一射 瞬间命中双雕 身后的蓝天白云 随着镜头 不断远近景切换 给电视机前的观众 完美展现了 大草原的辽阔美 别的不说 大胡子在拍摄 实景这方面的水平 我是服的 7.胡歌 2008年 唐人版射雕英雄传 唐人版的射雕 是一部 披着武侠外衣的 古偶剧 胡歌和林依晨的 静容CP 也是走的可爱风 坦白讲 胡歌有颜值有演技 但他饰演的郭靖 完全不对头 表演上 甚至和李亚鹏 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都是用力过猛 一个劲的王傻李演 而该版的射雕名场面 则是借鉴了 张志林版的花式杯射 甚至在其基础上 升级了难度 显得更为浮夸了 郭靖先是骑着快马 追赶黑雕 然后单手侧马 紧接着整个人 腾空站在马背上 反手来了的拉公姿势 更夸张的一幕是 马匹前脚 也是高高跃起 郭靖不仅 双脚钉钉地站立在马背上 还可以反手弯弓射箭 并且一箭双雕 这幅场景 让人不免怀疑 导演是不是从杂技团出来的 怕是秀过头了吧 郭靖一个老实巴胶的傻小子 像这种作秀痕迹太重的姿势 我猜他绝对想都没想过 8.杨旭文 2016年内地版射雕英雄传 这个版本的射雕 算是近年来 难得没有翻车的金庸翻拍剧 导演大胆启用了新人 来担当主演 演员虽然名气不大 担演技在新生代中 也算可圈可点 剧中的郭靖 由94年出生的杨旭文扮演 外形上来看 杨旭文身材高大 面相清秀 其实与原著的粗壮少年郭靖 还是挺相符的 担演技方面 杨旭文的表演略显生硬 有很多次感觉 他都接不住对手演员的戏 而该版射雕名场面 很明显 copy了狐歌版 不仅骑马出场 还连人 带马越过悬崖 并跳立起来 站在马背上弯弓射箭 我猜导演本意 是想拍一个令人 印象深刻的射雕镜头 越过悬崖的一刻 郭靖在马背上一箭双雕 尽显英雄气概 可惜最后成片效果 实在是太拉胯了 而且 这身后背景一看就很假 完全就是在绿木抠图下完成的 虽说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 浮化到越来越精致 拍摄仪器也越来越高端 但很多影视剧却一味地追求 华而不识的东西 反而越来越失真 以前的剧为啥总被称作经典 那是因为可以经得住 观众的反复推敲 而现在的剧制作成本是很高 但同时也透出一股廉价位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阿浪 专注武侠解读 如果各位大侠喜欢我的视频 还请留下你的足迹 让我们一起讨论交流武侠世界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